师傅 为何近日郁郁寡欢 郁郁寡欢 啥意思 徒儿是想问您今天怎么不开心 为师能开心得起来吗 想当初我灭绝师太 在六大派前发下毒誓 三天之内必将夺得屠龙宝刀 现在九个月过去了 芷若你看 前方就是光明顶 魔头张无忌跟屠龙刀 一定就藏在那里 好 让我们杀他取刀 走 因为观众想不到她是周芷若 太极者无疾而生 阴阳虚实 虚虚实实 真真假假假假假真真真真疼啊 哎呀 来者何人 峨眉周芷若 所为何事 杀你取刀 想不到栽在你的手里 给你刀 菜刀 你是个厨子呀 哼 能不能别那么鲁莽啊 三天啊 你抢了八个厨师的刀啊 你是要开饭店吗 可是我也没有见过张无忌啊 那你还能没见过屠龙刀吗 你看看你抢的都是什么玩意儿 我确实也没见过屠龙刀啊 哎呀 行了 哎 支柱 你看 这儿有一扇门 张无忌一定藏在里面 我这就上前敲门 等一下 张无忌这个人武功甚高 你我试图让人加在一起 都未必是他的对手啊 那怎么办 对付他 要用证 明白了 师傅 赵介 开门 赵介 你干什么呢 用证啊 你是周芷若呀 还是周若智啊 我是这个意思 我的意思是要用脑子 张无忌是什么人哪 明教教主 我们得用方法 什么方法 我们是名门正派 就用色诱 明白了 师傅 拿着 干啥 嘘 你听 慢慢风吹来清 那天雨 神起着 师傅 我好像失败了 韦诗跟你说过多少次啊 平时让你少吃点少吃点 你就不听 你看看现在 韦诗这么大岁数了 还得替你去干这种事情 多在一边去 好好跟我学习一下 你听 她暖风吹来清 哎哎哎哎呀 哎 我跟你说啊 也就是磨调 不是色油这一套 哎呀我天呐 我明眠正派 什么时候吃过这种亏了 师傅算了 不行 師傅算了 姑娘 fällt 张无忌 你给我开门 你有本事抢宝刀 你有本事开门呢 别躲在里面捧出声 我知道你在家 哈哈 你有本事抢宝刀 你有本事开门呢 别躲在里面捧出声 我知道你在家 哈哈 你有本事抢宝刀 你有本事开门呢 别躲在里面捧出声 我知道你在家 呸 你们两个到底要干什么 那个 张无忌 既然你出来了 我就说破了 我们今天就是要杀你这个小人 取你的狗头 夺你的宝刀 张无忌 对 我是张无忌吗 你看看 多大块儿鸡呀 这是张无忌 别老敲我们家门行吗 拿着 一会儿他就回来了 哈哈 画得还挺像 不过 能抓住我张无忌的人 还没出声呢 让开 让开 抓人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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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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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我的天呐 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我们在这儿抓人呐 我溜达呀 你手里拿什么刀啊 这是砍柴刀 你拿把砍柴刀在这儿溜达什么呢 我们这儿正抓人呐 抓谁呀 张无忌 那好 二位 告辞了 赶紧走吧 啥也不是 缺黑 这样 我走之前呢 奉劝二位一句 等我下了山 二位也快些回家吧 因为我走了 你们恐怕这辈子 都抓不到张无忌呢 站住 你就在这儿站着 看我们能不能抓到张无忌 不是 我家里有事呢我 哎 小兄弟 我们出来此地 人生地不熟的 你给我们勘察一下地形也好啊 对呀 问题是 我也不是本地人呢 你不是本地人 那深更半夜的出现在这里 莫非 你迷路了吧 你说这儿多危险呢 张无忌在这儿附近出现 很危险的 这样 我们保护你 不用 不用 哎呀 没关系 师傅这样 我教他几招 让他防身吧 我真不用 来 别客气了 我教你的这招叫出奇不易 还记得那是一个春天 嘿 哎呀哎呀哎呀 你松开松开松开 我还没喊开始呢 这招出奇不易呢 还记得那是一个春天 嘿 哎呀哎呀哎呀 师傅请受徒而易败 躲一片就问你 既然这位小兄弟 你没有学会出奇不易这招 那这样你就跟我们在一起 我们保护你吧 对 二位的好意我心领了 但是我确实有事 你就别这样了 张无忌是个大坏蛋 会杀了你的 不是 怎么张无忌在你们的口中 就成了坏蛋了 可是我听说 他可是个劫富济贫的大英雄 师傅 老乡是一个脑子很简单的人 他不相信这个世界上 有像张无忌这样的坏人 你干嘛呀 你看 他都不骂我 不行 你可真行啊 他还夸我呢 对不起啊小兄弟 没想到啊 你长了一个纯天然的大脑 那这样我就实话告诉你吧 现在六大派已经都在山脚下了 号角响起 六大派的高手就会冲到光明顶 勤下张无忌多得屠龙刀 我不明白 为什么你们都想勤下张无忌 拿到屠龙刀呢 我告诉你 宝刀在我们这儿才安全 在张无忌那儿根本就不行 行了 我实话告诉你们 我就是张无忌 什么 我还是张继忠呢 他说他是张无忌 我真的是张无忌 你们看 这就是我的屠龙宝刀 不过 屠龙刀只能在我的手里 才是一把好刀 如果落入了西数不证人之手 就会卷起一场清风血雨 在你手里就是宝刀 在心术不证的人就是磨刀 我拿着 我怎么没有磨性啊 因为我们是名门正派 屠龙宝刀握在手 如华富贵全都有 因为我们是名门正派 我们就是要担负起这种职责 总和江湖恒 迟若 你过来 师父 他就是张无忌 这样 你在这里牵着住他 我去召集六大派 这下你该相信了吧 看来你真是一个好人 六大派马上就要来了 你快走吧 我不能走 我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完 什么事 小姑娘 我看你生性善良 就告诉你吧 我夺来的财物藏在了后山 这是一份贫苦老百姓的名单 你帮我把银子分发给他们 如果我还能活着回来 我会去找你的 这样 一会儿六大派来了 我跟他们解释 他们都是名门正派 一定会听我解释的 没用的 你相信我吧 六大派来了 张无忌是一个好人 我们不用去抢屠龙刀了 张无忌是好人 我们不用抢屠龙刀了 我们不用拿下他的屠龙刀 快 听风 师傅 师傅你来了 张无忌是好人 我们不用抢他的屠龙刀了 师傅 师傅你快看 有老百姓的名单 师傅 张无忌是好人哪 看 我只要屠龙刀 师傅 赶紧给我滚回来 师傅曾经说过 屠龙刀要在好人手里 屠儿谨遵教诲 给我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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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